上水衝突中 一個70歲直環處外判清潔工 懷疑被人用磚頭擊中頭部 現時情況危台 警方說昨日中午接報 一個男人在上水龍運街2號對開 懷疑被人以磚頭襲擊 頭部受傷 昏迷送去北區醫院 其後轉中威夷斯醫院 案件列作傷人 由新界北總區重案組跟進 暫時未有人被捕 醫管局說病人情況危台 據了解傷者要用呼吸器協助呼吸 情況不樂觀 政府發言人說 對食環處外判員工重傷危台 表示難過 會向他家人提供適切援助 同時對暴徒惡幸表示憤慨 警方會全力追查 將暴徒誠至預罰